枕边经典 这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 有喜有悲才是人生 有苦有甜才是生活 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 德与诗 名与利 贵与贱 富与贫 好好的快乐度日 并从中发现生活的事意 人生的旅途多少年来 就这样的践踏出来了 人人都寻着这路途走 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 你说它是荆棘之路也好 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 生不知所从来 死不知何处去 生非甘心 死非情愿 所谓人生只是生死之间短短的一绝 有时候只要把心胸藏开 快乐也会逼人而来 这个世界 这个人生 有其仇恶的一面 也有其光明的一面 良辰美景 赏心乐事 随处解释 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 求即往往不得 转为烦恼 所谓快乐幸福 乃是解除苦痛之味 没有苦痛 便是幸福 你随时可以退引到自己的心里去 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 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静 理性的特征便是 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 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和而依然自得 我看世间一切有情 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 是有遗传善地的迹象 人恐怕也不是例外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换旧人 如是而易 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 人人能有闲暇 于必须的工作之余 还能有闲暇去做人 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 去享受人的生活 我们应该希望 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 人在有闲的时候 才最像是一个人 手脚相当闲 头脑才能相当地忙起来 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 硝然若神仙的样子 我们却期盼 人人都能有闲地 去发展它的智慧与才能 享受人生而不沉眠 看透人生而不消极 不管世风如何浮躁 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 甜静和淡然 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 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 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 即使人生愁苦 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好了 今晚的文章分享就是这样了 即使人生呢 真的不过是一段 来了又走的旅程 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愿你我的生命都能够从容 如果想听到 泥巴河的更多声音 也可以关注到 我们的另一个微信公众号 聚听 相聚的聚与听见的听 或者是华夏故事的全篇 就可以搜索到我们 在这样一个出动的夜晚 应有祝您好梦 晚安 在同样的晚上 同样的地方 这是多么的熟悉 让我忧伤 时隔多年 我忍就会想起 站在阳台抽烟 受伤的夜晚 在那样的晚上 那样的地方 我是多么想逃离 远走他乡 可在这些年 在我的身边 亲爱的他们 越走越远 别让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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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别让我孤单 我哭 就会放下来 不离 在同样的晚上 同样的地方 这是多么的熟悉 让我忧伤 是我亲切 未早已长大 可我仍旧还会 没人没夜的迷茫 在那样的晚上 那样的地方 我是多么想逃离 远走他乡 可在岁月中 那些离去的人啊 在随风而去 也随梦而来 嘿 你在哪儿呢 别走 别让我孤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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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孤单 别让我孤单 你会让我孤单